你找中一名男子爬啊爬 努力的往前爬行 这不是海军陆战队的天堂路考验 而是一起意外事件 就在他爬到快虚脱时 海巡署暗巡以及辖区 消防队员赶到展开救援 救援人员踩在小坡块上 跟下方的人合作 要把长背板上的男子拉上来 只是小坡块高高低低 拉人不容易 几个人瞧了几次角度踩顺利 接着横向架起了伸缩旅梯 架好了旅梯 再把躺在长背板上的男子拉近岸边 这名男子是名吊客 中秋节来到嘉义布袋 毫梅里海岸边钓鱼 傍晚六点多回程时 不慎踩进一处泥沼里 受困在离岸边180公尺处 男子为了要脱困 一路在泥沥岭爬行 爬了约120公尺 而暗巡人员当下是踩在堆积岸边的 竹木堆上逐步靠近男子 丢下长背板让他拉着 慢慢把他拉上墓堆 现场人员运用长背板 协助调控脱离险境 一名男性他自己努力 瘫软在科棚上 以及运用救助器材 协助上臣头部 还好男子送医后 没有大案案巡 以及消防队员成功救人 顺利完成了这一次困难的救援任务 华视新闻陈建邦邱军平 许富杰嘉义报道 哈喽我是张新闻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